哎呀,哥哥,你别说那么多话劝我了,我已经心意已决,我们明天就进城去找律师,离婚手续很麻烦,我们必须找律师来处理,然后我们顺便去看看大嫂,看待孩子们,好吧,祖法,既然你已经决定了,那我就依你的心。 不过,祖法,我觉得康特是一个好人,我不认为他会来抢孩子,但是我对那个老先生不看好,但是你决定要离婚的话,这是你的法律权利,我只是想你要考虑清楚。 今天一大早,哥哥佩伦就带着橡树果实去城里卖钱,回到的时候还给家里带了一副铁门和食物,由于这几天康特没有来找阿祖法,这山顶的小屋显得格外温馨,阿祖法也在这几天想得很清楚,也想得很冷静。 他对刚刚回来的大哥说,我们找个时间进城吧,我要去找律师办理离婚手续,然后顺便看看大嫂和孩子们。 虽然佩伦嘴上很贱,但是他知道康特是好人一个,试图劝解阿祖法不要过于认真,再给康特一些时间,可是阿祖法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,他也知道继续这样下去没有办法生活。 眼下离婚是必走的一条道路,佩伦的存在本意是帮助妹妹过上好生活,并无心干涉阿祖法的家庭。 但冲动的康特非要把大哥拉扯进来,导致阿祖法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大哥被欺负,所以才狠下心离婚。 大哥说了一句,我尊重你的选择,但我希望这不是你冲动之后的想法,而是你考虑清楚之后的决定。 离婚就意味着你即将一个人面对两个小孩子的生活。 哥哥看似很沉重,反而阿祖法这边看得很开,他叫大哥别太担心,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,我可以依靠自己来养活孩子们。 而且现在拍视频每个月也有五百万图满,足够我们生活了。 我最担心的是,不知道视频还能不能继续拍摄,如果以后没有人再看我的视频了,我可能就要出去打工了。 不过也没关系,到时候大不了我带着孩子们去卖橡树果实。 阿祖法这边倒是很看得开,满脑子都是计划。 如果康特也是这样的话,两个人肯定会很幸福。 确实,摄影师也说过,最近看视频的人越来越少了,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,如果以后没有收入了,视频可能也就不拍了。 其实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写照。 很多粉丝也经常说,阿巫视频太多广广了什么的。 说句良心的,阿巫家的电费每个月都搭进去几百块,晚上十点下了班,就跑回来剪视频给大家看。 还是希望粉丝们多多体谅一下阿巫。 就比如这个英国小篮馆,这按摩膏本来是阿巫的姐姐。 看见阿巫最近过度劳累,才推荐给阿巫用的,我也觉得不错,所以推荐给大家的。 它是胺糖软骨酥成分的,主要就是两个作用,第一个缓解疼痛,第二个补充胺糖。 比如说你个关,你手关节,腕关节或者你膝盖它有炎症会疼疼的时候。 你涂上去,它的发热效果会比较明显,因为发热,它僵黄成分会帮助身体擦得某个部位毛孔扩张,会把里面的湿气、寒气、疼痛给散发出来。 阿巫推荐给你们,在阿巫这里可以保证正品。 阿巫给你们做服务,真的很不错。 现在只要59块钱,买一送一,到手两瓶,阿巫已经上架到橱窗了,喜欢的粉丝们可以自选下单。 阿祖法插开了大哥的话,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,不要把生活的气氛搞得太压抑了。 这几天,阿祖法确实是很快乐。 他决定离婚之后,心中的大石头好像放了下来。 阿祖法当然知道自己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,也知道这条单亲妈妈的路不简单。 阿巫相信他肯定是身思熟虑过后的决定。 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,看着阿祖法现在能开开心心的玩秋千,这已经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了。 随后大哥说,我们明天就一早出发吧。 阿祖法询问着,我们没有车怎么办? 佩伦表示,就在路边栏下一辆出租车就可以了呀。 好心人还是很多的,跟他们说一声,肯定会在我们一程。 到时候,我们把所有物品都拿到屋子里面去,然后把门锁上,等康特过来了,就以为我们走了,到时候他就不会再来骚扰我们了。 好了,这七时频就到期结束,我们晚上直播间检。 点击阿巫头像,进入主页,预约阿巫今晚八点的直播吧。 阿巫橱窗有按摩膏,有按摩膏,有按摩膏,还有全是99块,29块,28块,9.9块的活动商品,快去看看吧。